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真正是在下面出问题 所以还是让它换个角度 因为怕它受不了 说不定这里按一按 连耳鸣都可以改善 以后你这样帮它处理 所以反正这里是 无论如何一定要处理的 要不然你割了这些体伤还在 它还是会长啊 很多人割了为什么会复发 就是这个体伤没有揉开啊 对这个可以揉得更深 这个也可以很好用 这个 这个也是在治疗 一定要压然后再推 压再推 然后这个面积蛮大的 比第一次比较不痛了对不对 表示你筋有比较松一点 这个要跟大家讲述的就是 像乳癌爆掉 我们在乳房的周围 就可以找出痛点 那像蛇癌 口腔癌 甚至牙龈肿 那这个一看肿 是患处体伤没有问题 溃疡 口腔溃疡也是 患处体伤没有问题 蛇癌 口腔癌也是 那他们有没有痛点 一般只要 我说硬结肿块肿瘤的 一般都有 那牙癌肿 如果你按了它不会消 应该是不会消 一看这个就是 那一定都是属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你要让它消 这些伤口能愈合 甚至肿瘤能消失 那我们说在肿瘤周围按 那像如果它长在里面 我们要不要把手指头 伸进口腔去按牙龈 按肿瘤呢 我这里要告诉各位的就是 不需要 如果口腔癌 找脸颊 就是相对应的 它如果是在左侧 你就找左侧的脸颊 像刚刚这位他口腔癌 事实上 他是身在舌头边缘 然后偏下方 也就是他左侧 左侧的地方 偏左侧下方 那如果照这样 要不要去帮他按舌头附近的 不需要 而且口腔里面 大部分都是软软的 不大找得出痛点 反而这些病 在处理上 从脸部去找 就好像我们乳房破烂 我们不是去伤口去找 而是他周围 那这时候口腔里面的肿瘤 我认为也不需要 把手指头进去按 第一个 患者如果你这样按 人家看到蛮恶心的 然后第二个 你也有些地方按不到 如果他比较接近烟喉的地方 你怎么去按 然后去找 这个也不方便 嘴巴总不能脏的 让你整只手进去乱抓吧 所以 这里如果以后遇到这些问题 口腔癌 舌癌 这些问题 甚至溃难 牙齐肿 在相对应的面上找 一般肿瘤一定有痛点 那我刚刚就是放那个影片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他口腔癌 我在他的面颊 整条线都是痛点 那这么大的痛点 难怪他会 他会有肿瘤一直好不了 那这时候我就教他 一定要把脸颊这一条痛点 全部按开 因为我们处理肿瘤 不是要解决他的硬块 而是要解决他的什么 解决他的痛点 从痛点才有办法解决 那所以痛点找出来 就不难解决 所以大家以后可以 以后遇到口腔内的肿瘤 记得 一定是从脸部 相对应的脸部 去找痛点 第一次来 他那个舌癌命迹 我认为比较大 因为他一直 每个礼拜都有拍 那个舌癌的那个范围给我看 那他的痛点很简单 舌癌 脸颊 患处啦 这个叫患处一定有痛点 但是最主要的痛点在哪里 在耳后 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那就处理脸颊 那个是不对的 最重要的是这一个 因为他还有耳瓶 我会鼓励他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怎样 因为他耳朵也有 那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直接滴姜汤进去 溶姜汤 但是我 对 可以 滴两三滴耳朵 但是那个不多 但是我认为喔 先不要用低的 先找更刺激的 不是 因为他还有口腔满 我认为这时候 用姜粉喷皮换出 那里都蛮敏感 尤其舌头喔 跟肝门一样的都非常敏感 跟眼睛也是一样 非常敏感 那敏感的时候 一般我说的 很少人敢用 所以有时候 我被迫就是用生粉撒 但是生粉没有姜汤 那么来得更温润 所以 一般它的辣 事实上 就像他刚刚讲 先涂周围的时候 它已经很辣了 然后涂 再涂那个伤口 甚至都飙泪了 是吧 你的形容是这样 含流口水 含流口水喔 我先喝姜汤 喝下去含着 然后刺激 是比较没有用刺激 然后适应了以后 我是把姜米 先含着 含在舌头 因为我的舌海在舌头侧面 然后含着姜米 含在舌头上 也是头水破衣 会跑到那边 还是刺痛 就再忍耐一下 忍耐到 比较能够忍受的 大概可能不到一分钟 大概三四十秒 然后接下来 我就把它涂在我患处的周围 我下缘比较 下缘比较 比较严重 也比较痛 我就把它涂一点点 在边缘吃看看 然后还是很痛 我就再休息一下 然后等到我失忆以后 我就把含着姜米 因为我们学校有同学 他不可能一直黏在上面 我就用棉花磅 我把它涂在我的 那个磐部 的圆部的山口地方 还是很痛 我就休息一下 然后过没多久 他就开始发烫 刺痛 先刺痛 然后过来发烫 然后过来就变得温热 然后等到他变温热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山口变得比较不痛 然后我就觉得感觉上 越来温温的感觉 然后就变得有点温热舒服的感觉出来 然后我最主要是觉得 我宁可这样子做 再怎么痛 也不会比舌头被医生割掉 他要跟我割的面筋 他说如果我癌细胞是这样的规则 他就比正常的面筋还要大多少 他还会歸谢我说 我现在不去割 现在可能割只有两分 我如果再过一段时间 他说可能会破散 会割四道的方法 那我宁可冒着这样痛算什么 舌头被割掉的那一种痛 那才真的是可怕 永远凹一个痛 永远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疲弱 所以我能够克服这些方法 这个再怎么痛都可以得到 江本那个刺激 没有像蛇癌那个刺激 那么刺激 我认为最最难受就是蛇癌 蛇癌 那蛇癌你知道舌头 然后又有伤口 然后直接吐 所以他格格在问我的时候 老实讲 我说绝对可以 但是我怕他受不了 我那时候心里是这样 但是今天听他这样讲 我说他今天伤口有一些变化 已经正在好转 我认为那是他的努力 真的是他克服了这一关 这个在蛇癌 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就有放他的影片 也是马赛克 就是我说他蛇癌的时候 刚好切片 切片你看他一大片都红红的 那到现在为止 还差不多接近一个月 他伤口你在比对 他已经好很多了 速度蛮快 那这当然这有几个可以提出来的分享 第一个 他们的手法越来越好 所以他脸颊的痛点 就慢慢的已经改善很多 那另外 另外还有他就是患者 他刚刚讲的 他一想到西医说 这个蛇癌要可能要切除 而且不是看到 他伤口这些要切除 还要切得更大 也就是差不多舌头要切掉四五公分 所以他一想到就很害怕 所以他灵验试着做 他一般是排斥姜的 但我认为还是要用 因为姜实在太好用 他还有一些症状 就是口干舌燥 那我认为口干舌燥 还是体伤造成的 所以一开始 然后他开始就 他先生熬溶姜汤 他就先含在口里 他说都快受不了 但是过几分钟后 慢慢就适应了 所以慢慢含姜汤 他也能接受了 然后再来进一步就是 有一次来基金会 那我们给他含姜粉泥 说含在舌头上面 不要在伤口 那应该能接受 他试了也觉得蛮好的 因为舌头周围就会热热 然后他回去就进一步再尝试 这样尝试之后 越来就越有勇气 他进一步就开始 把姜粉泥涂在这个伤口上 也就是癌肿 舌癌上面 那个是很刺的 然后他自己也讲 刚开始这样试 都会刺痛到有时候流眼泪 但是几分钟后 四五分钟后 他就慢慢能适应 那他说现在 适应能力更强 他说现在只要两三分钟 那个伤口他就不痛 而且之后都蛮温暖舒服的 那最后一次来 那提到用姜粉 他回去就立刻 撒在舌头上面 也就是直接撒进去 那撒进去 他说比姜粉泥更加受不了 一开始撒上去 以前姜粉泥这样一涂伤口 要五分钟 那如果是姜粉附着在伤口上面 他说那个差不多要十分钟 才能缓解 所以中间那个刺痛流泪 那个真的 他说都是对他一个考验 但是他也慢慢熬过来 他说现在感觉上 那个刺痛之后 他舌头的痛就减缓了 而且舌头也比较灵活 然后口干舌灶也改善 而且舌头一直 口腔里面都感觉温暖 蛮舒服的 所以他自己一路试下来 所以他舌癌你看 还不到一个月 他那个伤口几乎已经都快愈合 也就是从我上课 接那时候几天后 我就播给大家看 到现在那个伤口 几乎都快愈合 前后也不到一个月 所以这个原始点 第一个他这个患者能进展那么快 我认为他是 就是可以就是尽量去 从不敢用姜到 尽量用姜到完全用姜 这个心路过程 他自己调整过来 然后当然后面还有一些因素 就是他先生的按推 帮他解除一些痛点 开关的问题 所以他找起来很多问题 他还有头抽痛 抽痛到睡不着觉 然后平常以前还没有得12癌 睡眠也不好 那经过这一次他先生帮他按推 他这几天跟我回报 就是睡眠也可以了 然后头痛 这些问题也解决了 只是耳鸣还有耳朵脏动 还没有改善 但整体来看 已经进展蛮快 然后他患者本身也配合运动 饮食 他水果也完全进吃了 他之前最喜爱的冰咖啡 还有冰冷的水果 还有冰棒 甜甜点 都是他的最爱 但现在这些完全都避开了 所以癌肿瘤能修复那么快 很多患者他是要配合的 不配合很难做好 所以第一个以后遇到这种比较刺激的 如果患者不愿意接受 我们不要说那好吧 那我们就用生粉吧 类似这样 他的病情反而会拖得更长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慢慢先喊姜汤试试看 慢慢让他习惯了 好那含姜粉你看看 然后真的他也适应了 好最后最猛的就是直接用姜粉进去了 涂在那个伤口 以我看过好多的以前的舌癌 一般开始都不能接受姜粉 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一接触他刺几分钟他就受不了 但是就像这个患者讲 他完全适应 你看从姜汤适应 在姜粉泥适应了 然后姜粉泥从五分钟到最后三分钟就能适应 然后现在直接用姜粉 哇还要十分钟才能缓解 中间很刺痛的 但是他说之后他感觉舌头很舒服 所以他灵验付出这样 五到十分钟的短短的代价 来换来舌头更加灵活更舒服 所以患者我的感觉 我们常常说以人为本以病为师 你病 病人 我形容这一位患者 我是跟他这样讲 你又怕死又怕痛 那怎么好 他也听进去 他说想一想 对啊 那如果我怕痛不敢用 那以后要割舌头 那个痛比现在的痛可能好几倍 那以后舌头的不舒服 比现在更严重 他一想到 那这样他还是愿意尝试 所以如果他一开始 我们就说哎呀 你从来不喝姜的 那你姜也不能适应 要不然我们先含生粉 那生粉问题 他那个热源没有像姜那么快 所以可能他的期间就会拉得很长 所以简单的讲 有些事情还是要勉强 刚开始鼓励患者 然后带有勉强 因为人的习惯是可以改变 就像我早期只要吃到一点点辣 我就受不了 但我现在很能 越来越能吃辣 那也是慢慢锻炼出来的 所以很多的适应是可以锻炼出来 那我们不一定就是照我们的意思去做 但也不能完全听患者的 他说我不能适应 那我们就好吧 改用其他 我认为这中间的拿捏 一定还要注意 就是一开始还是多少带有一点点勉强的 然后由量少 然后慢慢让他适应到慢慢增加那个量 甚至强度 那这样患者 一般还是可以走过来 以这一个 我说的 他又怕痛 又怕死的情况下 到现在对姜 你看他也可以侃侃而谈 然后也可以这样适应 难怪他一个夜左右 他就能够进展这么快 这几天怎么样 就这三口有 中间那个比较纤红的 好像有稍微修复 那边沿肿起来一小部分的 变成五 对比较痛 有变好也有变大 好 那这个我在五看都是正常的 他在修复过程中有一些都会起不去移动 我为什么 我说 舌癌以前很多都会失败 失败在哪里 因为我一般都会叫他们要 除姜本 或是含姜本 一般患者都跟我最后结论是说 哇 太浪了 做不了 所以 最后 他们不做 我只好妥协 所以我都会说 都不然 好不好 生你不敢 你就用生吧 但人参跟姜差别在哪里呢 人参它温温的 但姜是热 热跟辣 所以它温度比较够 参温度不够 所以你们那个过程中我已经说了 在一个月甚至不到就能够进展这么快 那应该是你谈姜本 姜本有关 我认为她 那个案例蛮精彩的 精彩就是她突破了姜的心理障碍 那之前我不敢做到这么几段 有了她之后 以后我对患者的要求 我一定提高 也就是她不再妥协她 因为患者当部分都说 太浪了我受不了 原来 人家还是可以承受过来 然后还是可以适应 所以 为了有时候要为患者 有时候 替他们想 太浪 也是不会 我从她的例子也看到这一点 这个真的是好得蛮快的 因为舌癌嘛 在西医他们 他给他的观念就是一定要割掉 而一割就是舌头要割掉四五公分 那患者本身就很害怕 那他既怕死又怕痛 所以他只好开始勉强自己 先含姜汤试试看 最后 也就 到基金会给他涂姜粉 给他含姜粉泥 最后他自己 打破自己心里的障碍 然后用姜粉泥涂 最后用姜粉喷 甚至在伤口直接喷 那这样他仍忍受下来 所以 最后 还不到一个月 那个 蛇癌的伤口 几乎就快 完全溺和了 那也是这一个患者 我也是感受蛮深 他上个礼拜来叙述的 这个影片是上个礼拜四的影片 那他先生就是说 他的耳后 第二点还是蛮痛 然后他舌根 他说有些有隐忧 就是指他舌根 好像又有一个痛痛的 然后舌头有时候 还是会胀胀的 我认为跟那些痛点 完全没有按推开来 因为脏洞鼠症嘛 那一定就是 就是他处体伤 没有按推开来 所以我更确定 以后那个耳后 不一定只有靠耳背这一点 还要下来这两点都要按 现在来看哦 你们大致之间一个礼拜下 我认为热冷方面没有问题 就像你也敢面对 然后怎么包扎 怎么电台 这个都有做的 这个不用人家再教了 你现在就是你先生 他如果进步的夜拜 就是你的福气了 我们来看 看他耳后那个 透重 好吧 好 来我来帮他拢 让他比较淡淡 我感觉你还没有手腕 还没有放开来做 还是硬 你还有进步空间 比如你这样 你只是知道顶 但是你不知道 你看我的手腕 我这里 注意这里哦 这里重点在这里 好 那这样 我就放开来做 然后我的手 好 顶 已经顶到了 我就开始做 然后你看我的弧度还蛮大 但我是用手腕 绝对不会 你这里是不动 他不动我就知道你蛮力 好痛 这里还没有揉开 所以他这里 他这里蛇根还在痛 这里也是很痛 对不对 所以 这里就是他长痛 这个没有揉开 他痛了 就会好得很慢 好 上次好像也是揉到这里来 这里痛吗 嗯 这一点比较痛 对不对 上面 嗯 那跟上次一样 但是只是你没有到深层 那就是 顶下去之后 一定用手腕 这样才能够揉得开 我看都太小了 就是一点点 这个幅度即便有洞 就是太小了 这里比较松了 那这时候应该是热源进去 效果最好 也就是当你揉开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江湖泥啊什么 那个就是让他热源赶快进去 那时候速度最快 效果最好 肯定要跟进 我开始疏我 这时候如果有热源进去 那就干嘛 因为他之前没有揉到用身 因为静一手 如果他这里没有放开来进 他那个会受限 即便用蠻力 眼睛不大进去 那现在新伤口我跟你讲 这个都会满满 以我的经验处理那么久 他有时候很肿哪脏哪痛 但是就像你说 他只要有地人痛 尤其像舌癌 他几乎差不多一个月 那个伤口几乎已经都快愈合了 那我们以前好像还没有那么快 然后现在也知道 患处一定要按推 那你看这个也是夫妻彼此帮忙 我们来我就是教他先生那些手法 但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先生的手法还是比较僵硬 所以达不到深层 那按起来也比较痛 不过患者有讲 他经过他先生按 当然除了耳后按不大好 所以他舌根那里还有一个破洞 我认为那个只要痛点再解决 然后热源再进去 这些修复也会蛮快 然后他的脸部那个脸颊 痛点已经慢慢减少 那痛点减少意义在哪里呢 因为他的舌头那个破掉的地方 也就是舌癌的地方 他已经修复的蛮快 那西医他们跟他讲是不可能修复的 因为这个一定要割掉 舌头舌癌怎么可能会修复 但这样的话不到一个月 这个西医的说法已经被原始点 实际的食物操作已经打破了 确实可以修复 那患者本身心态现在也变得比较乐观开朗 以前刚开始去西医 会听他们的话都会很担心的 那现在他们这一方面还不错 那他在涂姜本里有一个补充的 就是涂姜本涂进去 热源进去 他本来是口干舌燥 只有涂了姜本 他反而会一直流口水 他不是水少而口干的 原来那个口干还是我们说的 体伤所造成的不适感 那同样的这个眼睛啊眼干 然后布满红湿的 那结果竟然按推然后配合热源 结果不断的流眼泪出来 那眼睛就不干了 一样的道路 那我们后面应该还会有一个子宫癌也是 每次按 他就感觉下面 会流出很多组织液出来 这样不断的按 不断的流 而结果腹部的硬 马上就变软了 很快哦 那个差不多都一两个礼拜就变软了 如果以前检查出来癌懂流 以前我们没有这样按跟推 很难达到 从患处下手太重要了 然后再懂得用应用热源 所以现在患者 我发现之前很多癌来 很多都改善了 而且速度比以前快很多 所以这个刚刚舌癌 那个也是夫妻 我认为 就是如果能够教导他们 正确的手法 然后懂得热源的应用 其实他们很多 就每个礼拜来 你都可以看到患者 都在进步中 我告诉你 你比如说你口姜 口姜的的时候 它会流很多口水 对啊 像自来水 一还不一关 喷姜的 它会流鼻 然后像鼻液癌 我们按这里 这次洗液 它会流很多点子 那按子宫癌 有时候它会下面有分泌 其实都是 在我看 都是让整个新陈带性 变得更好 是这样 所以 我也把它当作是保养的 因为你一次 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你部 你现在还是在你部 包括痛点 那 你部的除了把痛点找出来 按摩 再来就是热源的不错 这些保养我认为都OK 今天老实讲 你耳朵为什么还会有 这些症状 理由很简单 有因 那因在哪 就是痛点还没有 我跟你讲 一般原始点是这样 它有情不深 那表层的比较容易按 它表层的如果没有 如果一般楼好像没有痛点 不代表说 有些是怎么样 深层 它有些深层的 你楼表层是耳不开的 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每个礼拜都要开 就是 反正不能说因为好了某部分 但 那 这一次 是 我认为 失误也是 是一个转捩点 也就是 彻底的法力 以前的所有问题 利用这一次 结果把它解决 但 这个要 关系到 手法 那不然 有些人 深层是揉不进去吗 我现在撒那个 就是 寒姜 然后再 胡姜 再撒姜 姜虎以前撒 现在痛到一直很痛 我现在已经吃了 就是我的姜 姜虎撒上去的疼痛感 越来越没有那么痛 所以我知道我的姜虎 越来刺激感 没有什么 就是 就是 归不中 所以 一样的东西 那 那痛点没有当你解决 因来在 我还剩四 所以为什么很多歌人一直复放 你看今天很多来的也是 刚开的也开了 化疗也 也是没有 一样的道理 所以 这些应该是 我认为 你们应该是脱离 脱离了那个危险 给你们 蛮力是揉不到深层的 你们别以为 越用力 就能够揉到越深层 那是错的 然后 摆动我认为 可以幅度是 稍微大 以前大家都比较保守 那保守都是用蛮力 你只要懂得 用身体的力量 其实摆动它是蛮舒服的 然后又可以揉到深层 所以我觉得它耳后 没有按推开 跟这些都有关系 它在深层有关 你看如果揉到那么深 它耳朵耳孔里面 是不是我也有 有办法帮它揉开 有啊 真的是这样揉开 所以也不是它棉花棒进去 就能揉开 所以它还是在这里 没有 但你看 我这样的前头 有没有 我摆动得很大 所以它这里没有揉开 没有 没有 我也觉得 所以 难怪它还是有一些症状 在反反复复啊 所以我说这些都骗不了人 你功夫修到哪里 它就是只能做到哪里 好 好 你再起来看看 你现在这样揉完之后 你这里的感觉怎么样 痛完 很轻松的感觉 很轻松 耳朵还会不会长 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对 对 所以 我确定一点 你体伤如果是在深层 你没有揉到深层 是不能解症之常 即便你看 他们都在这样按 但是它的痛点是在深层 那如果用蛮力的 不能揉到深层的感觉 又痛 因为它硬碰硬 你稍微痛你就受不了 但我这样的深层啊 你还是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手是揉完 对不对 没有给你那够感 然后我就可以挖到很深 然后我幅度又大 那我真的是在按推筋 我有按推 那你们按推的幅度又很小 太保守了 所以没有紧开 你看它十二癌 其实好很多了 几乎伤口 我认为都已经快愈合了 那现在它还是有一些症 比如说耳朵会脏痛 那它脏痛 因为它先生帮它按 大家也看到 它那个手法是硬邦邦的 整个是奔紧的 幅度也不够大 那我一看 我就知道不能揉到深层 我们看一下它的做几个 它刚刚做那几下 它是硬邦邦邦 有没有 都没有什么动 那又用蛮力 所以它是不舒服 也不能解症 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很多志工也是犯了这样的问题 位置都对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出来 好 那不能解症 它当然耳朵就一直脏痛 那这个患者因为它现在 心态上经过这一个多月来 它跟我讲 它已经完全对癌肿瘤完全释怀了 它说以前还会担心癌肿瘤 那西医说癌肿瘤一定要割 是不会好 但它现在也明明看到 它的舌头正在修复中 而且恢复得很好 所以它反而对肿瘤 比较不在乎 那不在乎 不是说不在乎 就是不会害怕恐惧的 这些心情应该就能释怀了 那现在的问题 我认为要让他进一步好 那个手法 他先生的手法就要再加强 那最后他们要走之前 我还有帮他再按一次 然后患者有跟我讲 就是他先生按的又不如志工 那志工按完好像也达不到我那个深层度 他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也从中可以感受到 按推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一样 但实际上人佛觉症 其实真的到最后如果没有要求 有时候用蛮力是揉不进去 就好像我们也常常在临床上看到很多腰 腰我有时候考试我都会叫志工 来你大力一点大力一点 我看他怎么大力就揉不到深层 然后用的又是蛮力 就会出现这样 所以一定要懂得应用身体的知识 然后手握这种食指法一定是握须前 不能把拳头握得很紧 那你硬邦邦的又出蛮力 那进去患者就受不了 也就是他先生虽然很努力做 然后舌头也改善了 然后患者也叙述 他现在对家的敏感度已经没有那么高 已经都在适应中了 但是因为手法还有待提升 所以那个症状都还有一些都反反复复 这也是我希望说未来我们的手法上 可能还有再进一步的空间 各地方一定要努力学 各地方的推广点 所有人都要努力学 因为他还是有痛 这个是 患处的痛点 患处的痛点就像这里 那一般我说过了 会长癌 他一定在患处 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绝对会有痛 只是多跟少 那这个就是支撑着我说 为什么西医 他们开完刀 会再长出来的痛 因为痛点只要没有解决 然后哪里有痛点他最容易知道 那我们重点就是要把痛点 慢慢揉开 然后越来越少 然后他这些等于 他的因都解决了 他的果自然就不会再长出来 我们是先一步 先他一步 他还没有出来 就先解决 然后他有了 我们再加强 让他修复得更好 我们现在做 那肿瘤还会变来变去 也会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修复 但有一些痛点还是存在 我们没有彻底把它解决 那没有彻底解决 就是关系到可能说法的问题 你们今天也看到 那个对跟错 你如果今天有从头看 结局差很多 结局甚至有时候越揉越累 越严重症状更多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人解症 就一定要到身材 透进去 然后时间也不一定很长 你看我刚才 如果我正确这样按 时间不用再长 三五分钟就可能就进去 没有没有 他的蛮力有时候一两分钟都受不了 然后又没办法到身材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 但我指的就是这样 他耳朵还胀痛 最后我又帮他做 做了立刻就可以缓解症状 所以我觉得按推蛮重要 那他的舌头现在已经 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进一步修复 而且他以前那个姜粉 只要涂到蛇癌的患处 痛到不行 现在他说已经 好像不会那么刺激了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表皮 那个蛇癌的部分 很多已经都修复了 所以他现在也不是很刺激 好 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吧